哈喽大家好,我是关羽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的是 凯瑞尔敏缺赛对于狼王的影响有多大 Patty Mills究竟该不该打首发 那么要是说错的地方 还请大家指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那么大概是上周吧 MBS有公布了一个对于球队总管们的调查 其中一个部分也就是 最被低估的群演变动那一个部分 Patty Mills有着17%的选票 我个人的想法是比较简单 上个赛季在马斯相对于狼王队 是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而他的数据也是只有10.8分 2.4助攻 1.7篮板的表现 因此他到狼王队以后 布克弗伦狼王的恶政活力将会有一定的保证 不过他的个人数据方面 我是不太看好会比马斯队来得漂亮 不过外界普遍都相当看好 Patty Mills这个补强 甚至于一些国外的球迷 认为Patty Mills非常有机会竞争年度 最佳第六人的奖项 但是由于最近Karrie Irving拒绝打疫苗的情况 是没有什么转变的迹象 因此球队也是针对此情况有一些基本的B方案 举个例子来说 由于Karrie Irving有可能缺席所有的主场比赛 因此Steve Nash的球团是有心理准备 由于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 因此Steve Nash是有透露可能让Karrie Irving打替补 再在狼王队的角度 这样目前可以说是将Karrie Irving缺帅的伤害降到最低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Karrie Irving的缺席会很大程度 影响狼王队战术体系和冲击总冠军的计划和机会 因此狼王队老板希望Karrie Irving能尽快打疫苗 并表示希望全队都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但是也表示这是Karrie Irving个人的决定 据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同蔡老板所说的 也就是其实球员打不打疫苗 这个是个人的决定 不过我自己是觉得如果因为个人的决定 导致球队战力受损 这样这个决定或许有点自私了 而目前是有看到消息就是Karrie Irving其实不是反对接种疫苗的群体 而是因为他对于人们因接种疫苗而没有了工作感到不爽 希望能替沉默的人发声 我们都知道Karrie Irving意向都是很热心于社区工作 这点是值得鼓励的 不过作为一名NBA球员 三场打球可以说是一名球员最基本的工作要求 因此如果有看到一些球迷发生交易走Karrie Irving 或是看到交易方案也确实不奇怪 但目前来说 狼王队并没有公开表示要交易Karrie Irving 自己的看法其实启动Karrie Irving的交易方案 最大的主动权会在KD手上 毕竟他是狼王正宗 甚至说目前联盟的超级巨星 而他当初也是和Karrie Irving一起来到狼王对打兄弟篮球 所以只要KD不愿意 我继续觉得狼王都不敢轻易交易走Karrie Irving 因而才会说Karrie Irving的交易方案 最大的主动权会在KD手上 那么目前不考虑战力的部分 很多球迷关心的是Karrie Irving如果缺赛 那么首发阵容会有谁代替他的位置呢 在北京时间10月9号狼王对阵熊鹿的季前赛 Steve Nash摆上去的首发阵容是 James Harden Bruce Brown Joe Harris KD和Blade Griffin 随着James Harden更多会从1号位出发 而Bruce Brown应该不可能会是首发2号位的长期解答 那么看这名单虽赛期引进来的Patty Mills 很有可能会是和James Harden搭档成为狼王对手发的后场组合 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奇怪 毕竟Patty Mills实际上是一名控球后卫 不过今天这次影片主要还是在提供另外一种想法而已 我们第一次看到Patty Mills为狼王队出赛 应该就是对阵熊鹿的那场比赛 中场狼王是以119比115拿下季前赛的第一场胜利 而Patty Mills在对阵熊鹿的比赛中大概上了20分钟 托拉命中率为石头四重 得到10分二篮板三助攻 鉴于Kerry Irving无法上场 Patty Mills被认为是在狼王队的进攻端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第一场为狼王队出赛的情况下 Patty Mills共有7次的三分出手 虽然仅命中两球 不过我是觉得不用太担心 毕竟季前赛就是让球员们找回比赛状态 和让教练尝试一些新的阵容调度 而且Patty Mills最后一次比赛到现在是有一段时间了 命中率不理想这个也是无关紧要的 不过重要的是 那场比赛狼王队为Patty Mills创造了三分出手机会 比较细心的球员就会发现 其实算是比较大的空档 所以只要把手感找回来 我相信Patty Mills的得分应该不会是很大的问题 但也不代表他们可以没有Kerry Irving 毕竟她的缺席对狼王队夺冠的机会是有一定的削弱 我们来从进攻端的角度探讨 KD和James Sutton这两人可以说是 当今联盟中最好的两名得分手 这个组合去年常规赛中一起打了301分钟 进攻效率为122.1 这个看起来还行 不过如果长时间这么打 无疑对于两名巨星都是非常伤的 并且是不是能保持这样的表现 这个是不能保证的 换句话说 压力相当大 而当三区投合体打球的时候 他们的进攻效率为119.6 至于James Sutton和Kerry Irving 在540分钟内的进攻效率为120.9 而KD和Kerry Irving 在430分钟内的进攻效率为120.6 所以不能说狼王队没有Kerry Irving 就拿不了总冠军 不过的确难度会增加一点 那么其实Patty Mills以外 另一位关键很好调度的球员就是Joe Harris 他的感觉和Patty Mills有点像 Joe Harris在2021年共出手444颗三分球 其中命中211颗 这个47.5%的命中率是领先整个NBA的 而根据NBA官方数据 他的444次尝试中有56%是被归类于 远距离空档或是大空档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三分命中率是高达52.9% 相当惊人 但其实也不是对手想留给他空档 只是迫于无奈 毕竟狼王对这般豪华的进攻天赋 Joe Harris其实仅是场上的第四 甚至第五的得分选项 这样说可能有点难理解 试想一下 如果作为防守人 大家是更优先去防KD Harden等群员一直得分 还是Joe Harris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比较担心 KD Harden等群员一直得分 毕竟当他们手感打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想防也防不了 换句话说 Joe Harris的得分能力是没有办法和KD Harden甚至Kerry Irving等群员相提评论 而Patty Muse一个很重要的优点 就是他打无球的状态会比较舒服 20121赛季他的场均得分为双数 这是他生涯中的第五次 而Patty Muse的场上使用率 却相较于19-20赛季来的低 但他这两个赛季的场均得分差距仅有0.8分 场均助攻增加了0.6次 而Patty Muse三个赛季的三分命中率 在没有运球的情况下 也就是Cash & Shoot 264次尝试中 命中109球 命中率为41.3% 运球一次后出手33次尝试中 命中12球 命中率为36.4% 而运球两次以上后出手133次尝试中 命中40球 命中率为30.1% 所以前面才会说 Patty Muse打无球的效率和状态 相较于此球真的会比较舒服 而休赛期 Patty Muse是有表示打算打的更具侵略性 侵略性的得分手 这和他在澳大利亚国家队的表现差不多 而在马斯队中 虽然Patty Muse已经算是有一点影响力的得分手 但现在他有机会和KD Harden等球员并肩作战 将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并在一定程度上要缓解狼网球迷 对于Kary Irving本赛季缺赛的担忧 所以说了那么多 其实针对Kary Irving缺赛狼网队能排出的阵容 有蛮多种的 不过据我自己看 我是比较倾向这四种排法 而第四种也就是现在传得比较凶的就是 当然如果真的要排出来 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选项 Kary Irving打替补的情况下 真的不赚功能的或许第三个阵容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除了是不需要面对Patty Muse和Kary Irving 这个位置重叠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Patty Muse比起Joharis进攻端能做的事情比较多 可以相应替KD和Harden分担一点词球的压力 不管怎样 狼网队都会是一支进攻端天赋溢出的球队 而Kary Irving的缺赛对于Patty Muse和Joharis来说 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 无论最终刚年满33岁的Patty Muse打首发还是替补 我相信Steve Nash都会有他的安排 打首发的部分刚刚说了 而替补出赛的话 虽然很多人都想看看Patty Muse活力全开的样子 不过较低的上场时间说不定效率方面得以保证 也是一种帮助狼网队赢球的方式 那么或许有一些群民会想 Kam Thomas能不能摆上首发 代替Kary Irving的位置呢 我自己的看法很难 第一点就是场上经验的问题 作为新修的他需要累积一点场上的经验 而另外一点也就是他的组织能力 目前来说是还没有被开发起来 打法更倾向是一名砍分锁 就狼网队的情况而言 或许板灯出发对于双方都是比较好的决定 而现在狼网也有意在Kary Irving缺赛的情况下 给Kam Thomas增加上场时间 所以狼网队不管怎样都还是具备竞争总冠军的实力 至于阵容怎么排 就看看狼网队官方的消息或是新赛季开打以后就知道啦 那么不知道大家觉得狼网队在Kary Irving缺赛的情况下 可以排出的阵容还有哪些呢 大家还有看到什么狼网队的消息吗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出 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